的 黏滑柔它是一个武侠悬疑探案为主的 所以我们这次的风格 主要还是偏写实为主 整个故事最新的是 他对江湖武侠的模型 我们用一个大的故事 将每个小的案件串联起来 每个单独成立的同时有这个整体 这个从剧本开发到实际杀青的时间 就将近四年 这个莲花楼就是场景之一 将近有394个大大小的场景 尽可能少一些遗憾 给观众一些多一点惊喜 最吸引我打动我的其实就是这个莲花马车 有古朴有岁月的感觉 江湖的感觉 我感觉就是质感红 然后强调光明的意见 我们整体希望风格是比较干净打气的 同时清新秀丽 打起来因为飞舞 然后有这么一个古典的武侠的意见 底下是干净和纯粹 而且就是有顾伍的相反 就要整个帅 我觉得还是要把那种武侠感拍出来 让它燃开出来 就让人看着热血沸腾 这部剧是李莲花与这个江湖的 一场漫长的告别 关于一个不在江湖的人 如何影响江湖的故事 路连光楼杀青大衣 海湖的人 海湖的故事 海湖的故事 海湖的故事